我觉得她现在越来越草木皆兵了 因为一点小时就要和我分手 我觉得她就是 为我父母提出的彩礼 吓到了 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我对她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她却总是疑神疑鬼 她现在还跟女同事 关系不清不楚的 我要怎么相信她 到底是信任还是彩礼 两大问题困扰着这对情侣 来 掌声请出她们 掌声有请 邓先生25岁来自四川 餐饮培训师 有请邓先生 谢女士24岁来自重庆 家庄顾问 有请谢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的 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让她不要再猜忌我 我想挽回她对我的信任 挽回信任 现在不信任她了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因为提了这个彩礼之后 她现在对我态度就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那我们就从彩礼开始说 好不好 可以 交往多久现在 交往大概两年多了 提彩礼不就要结婚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因为我父母希望我早点结婚 所以说就在这年初的时候 我就有带她去见着我的父母 然后我父母就跟她提了一些 结婚的事情 像彩礼结婚场地这些都说了 然后她还就跟我父母保证说 她现在拿不出来 然后说近两年会努力的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这两年 拿不出来以她现在这个能力 因为我很清楚她现在的能力 你父母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要求十万块钱的一个彩礼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她现在感觉就态度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而且现在我怀疑 她跟女同事之间暧昧不清的 听明白了 这个压力对你来说很大吗 小伙子 现在的话真的很大 因为我哥结婚也刚不久 父母为我哥婚礼 真的筹备了很多 这样亲戚也借了一些钱 这些压力我都有所分担的 有没有跟他们父母说这些 有 有说 但我也向他保证 我真的会努力 我不想放弃这段爱情 我知道 你是努力说等我 等我几年时间我们再结婚 达到要求我们再结婚吗 还是说我们先结婚 你就我给你个承诺 达到要求再结 那没毛病啊 是啊 她现在是话是这样说 但是她现在连态度都变了 感觉她就有点对我 和父母有意见了 然后现在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找她 因为我家人生病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着急 我要找她借一笔钱 因为是我 谁生病了 我的姑姑 姑姑生病了 对 然后就是说 我马上要去交这个治疗费 很急的 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 微信发给她 她却一直不回我 我那个时候就感觉 她不想借给我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不想借我 然后 你为她借多少钱 大概三万多 我就觉得她不想借给我 然后我就没办法 我就找了很多亲戚 我才借到的 那你觉得她有那么多钱吗 我觉得 你至少也借电给我 然后她的当时是不回我 然后打电话 微信是没有回我的 所以你认为她没回你 她要冷戴你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对 我觉得她都是不想借给我 因此这个事情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在浙江 你在重庆 而且我刚调到一家新店 新店筹备的话 前期是很忙的 我一直忙到晚上 八九点的时候 才给你回了电话 可是你没有聊两句 你就给我挂了 我再打过去的时候 你却把我拉黑了 我还是通过同事 才找到了你 然后虽然说 我们之间和好了 但是我也为了 这段感情 我不是向公司申请了吗 把我调到重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我觉得她当时 就是不想借我 因为她当时是很久 才回复我 就是大概有七八个小时 然后才回复我这个事情 就是不想借我嘛 然后这个事情就算了嘛 我也接到了呀 但是我现在连发个消息问她 我想关心一下她嘛 然后她也不怎么回我 吃饭也是这样 哦 她现在都找借口 工作累不想我去 所以女生觉得是因为 彩礼出了之后 对 男生被吓退了 是这意思吧 因为之前都不这样的 之前我们就 她消息也回复得挺快的 然后吃饭也都不会这样 找借口说工作挺累呀 彩礼不能成为 我们两个之间的障碍 而且我来了重庆 我都是为了你 而且我刚到重庆 我总要适应新的工作 新的环境 我也要投入精力 这样子我才能娶你 而且来了重庆的时候 那天吃火锅 我真的回到家 真的很累 我这样两个人 简简单单的 普普速速的 吃一顿就好了 可是你非要出去吃 还闹脾气 不吃饭 当时我真的很累 当时我还是要给你买夜宵 我怕你饿着 你还是不吃 你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跟我发脾气 什么样的小事会发脾气 就算简单的 我之前不小心 把她头发压死了 她就发脾气 什么意思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 她有跟女同事聊天 然后现在都不回我 我看见她还约你去吃饭 结果跟我没时间了 那只是公司的同事 我们一起共事 一起要面对客户的 她是我的搭档 在工作上 生活上 我们经常交流的都是工作 而且手机短信 也给你看了呀 微信内容也给你翻了呀 你为什么就不信呢 你还要扬言要删除掉 我公司的所有女性同事 吃饭呢 吃饭那只是公司聚餐 每月都有 很正常的 又不是我单独跟她去吃饭 是吗 你觉得我放心吗 你们公司 我知道是有那么多女同事 经常跟你聊微信的 那个女同事也在 你觉得我放心让你去吗 那到时候你去聚餐的时候 跟那个女孩子 有什么我怎么办 那这个世界上 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她同事 除了男同事就是女同事 她正常的同事交往 你不让她 你让她怎么办呢 但是那个女的也在呀 我很不放心 我觉得其他女的还好 因为就是那个女的 那你为什么不放心 那个女生呢 因为他们一直聊天 然后她为什么 别人不叫她去吃饭 就叫她 你看到过她们俩单独吃饭是吗 对 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过 她和一个女孩子 在那喝咖啡 在一个商圈里面 但是我没有看到 那个女孩子的正脸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 很像那个女同事 所以我很怀疑 她和那个女同事 肯定有点什么 那当时她只是因为感谢我 我在工作上有所帮助 人家还一下礼 请我吃个饭 这很正常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怀疑 可能你当时真的是因为 彩礼吧 可能误会了我 但是我也跟你解释过 彩礼不能成为我们两个阻碍 我可以奋斗 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奋斗的话 我也希望你跟我一起奋斗 毕竟以后的生活 都是要我们两个人 一起面对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 我真的 我对你的心 从来就没有变过 但是你自己想想 我们之前你回消息 打电话 我问你在干什么 吃饭了没有 你马上回过了 吃饭还拍照给我看 现在你现在直接不回复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台 你找其他女孩子 就感觉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我就怀疑 她肯定和那个女的有事 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地说了 女生现在已经不想跟她交往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她就现在和那个女孩子 不亲不楚的现在 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的 就是因为我感觉到 你要往处跑 所以与其这样 我们就不要这么拖着 我就跟你分手 但是男生不愿意 接受这个现实 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两年多了 也不容易 那时候我们刚才在一起的时候 三观真的非常合 也非常聊得来 我跟她在一起也非常的开心 她还经常跑到我家 给我做家务 有一次我回家 看到她给我做饭 我当时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 是她变了还是你变了呢 双方都有一点吧 我开始帮了 那你能不能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现在给她回 微信就回得比较慢一些 频率比较低一些 而且她感受不到你对她的关心 别拿工作紧说事 当然工作也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原因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是有两部手机的 需要面对客户我要对接好 还要跟同事一起嫁接客户的关系 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冷落她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改变 我一直在让我自己有能力 能让她以后过到更好的日子 如果她说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对我忠诚 你怎么看那个事 我对她忠诚一直都没有变过 但是她不信任你是吧 对 因此你今天想做的事情 是挽回她对你的信任是吧 对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 为什么她没有说你所有的女同事 对吧 对 她只是说了那一个女同事 她是我的搭档 我们要一起经常出去谈客户 我看你的职业是叫培训师 培训师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餐饮培训师 教人服务技能的 哦 服务技能 对 那是你的搭档 对 那搭档之间肯定关系相对比 其他的同事要近一些 对 要经常谈 哦 你见过她搭档吗 没有 安排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啊 感受一下 她不愿意 我不想见她 我也工作嘛 没那么多时间 我有说过 因为在微信上她只是我的搭档 我也向她解释过 但是她觉得我解释就是掩饰 为什么不呢 姑娘 喜欢这个男人 你当然希望了解她的生活环境啊 工作环境 她又是有这么一个搭档 她的职业要求要求 她有这么一个搭档 也许换了这个女搭档 下一个女搭档来了还会这样 为什么不见见呢 见见聊聊不就踏实了吗 你这样说的话 我有机会见 因为之前我是很相信她的 因为她的工作上的事情 我一般不怎么过多地去问 然后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有必要问了真的 所以女生是觉得说 这个彩礼要男生变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之前真的不这样的 好了 一旦现在出现了危机 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男生我特别想知道啊 对于彩礼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觉得彩礼是正常的 毕竟我要爱她的话 我必须要证明自己 我能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就说你并没怪着 他们家问你要彩礼这件事 对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就是为什么要付出 这么多娶她呢 因为我觉得跟她在一起 两年多从相识到相知 都是不容易的 毕竟这两年的感情 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 我跟她在一起 也非常的快乐 而且她非常自处达理 她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她不会嫌弃 她会愿意跟我结婚 愿意到我老家那边去安家 哦 有次我带她回我家 她一到我家就特别勤快 而且帮我父母做这做那 我父母也非常的夸赞她 我全家人都对她感觉不错 而且她在生活上 也特别照顾我 我觉得能娶到她 真的是一个福分 哦 你是这么看的 女生去过他们家 啊 对 条件好吗 哦 一般吧 愿意跟她回老家生活吗 对啊 因为我那么在乎她 我觉得还是愿意为她去她那边 去照顾她和咱们家 哦 所以你受不了的是 怕她花心了 对对对 我最受不了 就是别人这一点 好 所以老师们 你们看看这段关系 应该怎么办 这个信任还应不应该重建 还有没有信任 到历史上误会 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丹先生 谢女士 你们好啊 我先问一个问题 问谢女士 在说这个彩礼问题之前 她这个女搭档存在吗 女搭档存在 一直都存在 是吗 对 所以在说这个彩礼问题之前 你从来没有关注过 她跟这个女搭档的 所有的 对 我不怎么关注 她工作上的事情之前 那为什么说了彩礼之后 你就开始关注了 她跟她女搭档的关系呢 对啊 就是连 基本的回复消息 因为之前很快回复嘛 或打电话什么的 之前聊天也跟我聊得很细啊 什么都跟我说 现在她就是什么都不说了 然后消息也回复得挺慢的 那个 你们两个人就这个彩礼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人在躲 我自己的感受 第一开始 我觉得是男生在躲 但我越来越现在觉得 女生也在躲 女生好像有点对号入座 就是我先设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框子在这儿 然后什么事都往里安 往里安 越安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其实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她所有的经济实力 她家庭条件 你从一开始都是了解的 对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你也觉得 父母提出的这个彩礼 她是达不到的 你也替她担心怎么办 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自己心里也认同 如果她什么都没有 我嫁给她 之后有什么保障呢 所以我觉得 如果到了我们这个舞台 两个人如果都能敞开心扉 把自己包裹在面子上 那些东西撕掉的话 我们说一些真心话 到底是怎么想 是否是在对号入座 然后男生 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会想 你再多 也确实 男人要面子 我给不起 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 什么时候能够证得这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未来 什么时候能娶你 所以你有意消极面对这段感情 这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你两个人都好好想想 现在就是一个 当爱情遇到的现实怎么办 要什么 我们就直接告诉对方 也不辜负我们曾经在一起的 这段时光 我们就不要彼此伤害 彼此折磨 好吗 谢谢二位 好 谢谢莎娜老师 这里面有好几次的交锋 第一次这个男生上家里去的时候 跟他要彩礼的时候 男生说我没有的时候 女生估计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因为姑姑生病 这个事跟男生借钱一直没回 女生估计 现在你们又咯噔一声 所以慢慢发展到后面 其实女生害怕的不是你搭档 女生害怕的是你拖着 恰恰你做的就是这个事 你就拖着嘛 就说白了给句通关话嘛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她害怕了这个 当然我也要帮你说一下话 确实到了面对彩礼 这个问题的时候 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像你 我觉得你处理的 在你的立场上已经很得体了 我努力 我攒钱 我觉得你挺得体的 基于这个女生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周围的人都说 她应该是一个什么立场 她应该站在她爸妈那边 还是站在爱人那边 她没有立场 她丧失立场了 所以我建议两个方向 要么就是晚结婚 晚生娃 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灵机处灵压力地建立家庭 这是第二个方向 这两件事情 如果都做不到 真的不要说结婚这个事 也不要拖着人家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觉得可能 没有那么的严重 或者是纠结啊 听起来好像你们都说 自打有了彩礼这个事情 你们的关系都不一样了 俩人都问了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会变 怎么就变了 什么时候变了 其实听起你们爱情最初 还挺美好的 两个人彼此喜欢 男生希望和女生在一起 还能跑到重庆来陪伴她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变 有些爱情是经得住考验的 有些爱情当压力来的时候 是可以扛得住的 有些爱情不可以 之前我们风平浪静 之后 我们确实遇到了压力 而你们两个面对这样的压力 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 都不积极 你看男生 你自打经历了这个事之后 你开始回避你们的关系了 电话接得不勤了 微信回得不及时了 甚至开始和女同事喝咖啡了 我倒不觉得你是变心了啊 但至少你在这种压力之下 你给自己找了一个放松的出口 我去和女搭档好好工作 我们喝个咖啡互相鼓励 我可能更轻松愉快一点 那变成了你一个逃避 情感中压力的出口 你也不积极 女生你就更不用提了 本来是觉得自己是激情万丈的 我愿意为了她跟她去她的老家 我们家里提出台力 她拿不出来我也没嫌弃 对吧 但是当又出了借钱 这件事情 我觉得女生心里真的是凉了 你不闻不问 哪怕你说一句亲爱的 我没这么多钱 我去借 可能她会心里觉得 没关系啊 我男朋友她还有担当 对 就像陆琪老师说的 两重矛盾 两重考验之后 女生也不用瞒着她 其实你是心生退役 对吧 所以你才拿出说 你看她和女生过多来往了 所以你才会说什么头发压了 或者是无缘无故会发脾气 这也是你在逃避你们继续前进的一种方法 或者是说你找了一个出口 我觉得感情不可能一帆风顺 今天没有考验 明天也有 也许你们两个真的没有那么合适 当压力和考验来的时候 这爱情就考验住 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 能共同走一程 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倒觉得不用各自为难 觉得不合适 那不如就分手吧 人的一生考验很多 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 考验来的时候都能经得住 好吗 祝福你们吧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猜礼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怕就怕你们彼此 已经潜移默化地把猜礼 当成了彼此爱情的重量 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有的时候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 到最后会使自己更加难堪 即便他把猜礼给了你 你们这个婚结了 但从此你们的婚姻 这疙瘩也就结下了 你们不管结婚多少年 都不会忘记当年的彩礼 把你们拦在了婚姻之外 因为这件事情在你们内心深处 已经有了疙瘩 所以我说今时今日 我看资料上写 是你们主动要来到这个平台的吗 是男生主动要来 女生还依然在 再而三不太想来嘛 如果来了就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 把自己内心的疙瘩都说清楚 即便不结婚 也不能让彼此之间 有了怨恨 说白了就这彩礼恶心到你们两人 但是在恶心的背后你们也发现 你们俩之间其实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厚 所以说彩礼不好 但也好 照出了你们真实的心感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一会儿真情告白的时候 把心里的真话都说给对方听嘛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还记得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吗 那时候我们在一起 真的无忧无虑 只要真心爱着对方就好了 我还是喜欢我们两个好好的 能在一起 像刚开始认识的一样 那么信任对方 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想跟你去奋斗 我对你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 但是我还想跟你说 我们真的还是在一起吧 不要离开我 我觉得是你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你就是因为这个残疑的事情 现在对我特别冷淡 然后还和女同事这样 暧昧不清的 你让我怎么办 我也很害怕呀 你让我以后 怎么面对今后的生活 你现在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吧 看这那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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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相差13岁 他虽然很有责任心 但是呢 非常的忙 没有时间陪我 那他在想呢 如果找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 可能会照顾你 陪你开心 但是一旦打游戏就不陪你 如果找自己大三岁的呢 他可能会照顾你 陪你开心 但是 却不知道赚钱 只会抽烟喝酒 如果找比你大一轮的 什么事情都会依着你 却没有时间陪你 他说呢 我知道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但是我真的好迷茫 爱情和陪伴 哪个更重要啊 其实呢 陪伴是爱情的表现形式之一 你首先要判断的是 他是否爱你 没有质量的陪伴 其实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如果你心里真的认为 男朋友很爱你 我建议你们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关于时间和陪伴的问题 同时呢 我也建议你啊 多找一些兴趣爱好 和能够提升自己能力的事情 去做一做 充实好自己的时间